范冰冰自从合同事件后,越来越少露面。不仅没有了新闻,就连电视上的广告都看不见了。关于她的传闻越来越多。不过最近似乎都是她和李晨结婚的消息,而且还是她的亲姨说的。就算没有合同,她和李晨去港媒报道,也是打算今年底领政结婚的。李晨最近一次被拍到是在拍戏,整个人也是愁容满面。 张军宁也透露,范冰冰目前没事,可能就是心情有点受挫,人有旦夕或福,希望范冰冰能振作起来。范冰冰出事后,她的几个大制作也迟迟不能上映。 郭敬明的阴阳师据说是范冰冰主演,但现在也换成了周迅。不过也不全是坏消息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范冰冰和李晨已经秘密领政了,而且8号要在巴黎岛举行婚礼。 不过范冰冰不是被限制出境了吗? 但是范冰冰的轻疑,在和朋友聚会时说,不用担心,她现在已经和李晨领政了。 虽然没说8号在巴黎岛结婚的事情,但是如此看来,似乎领政是有可能的。 网友都说,之前那么高调的一个人现在变得这么低调,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。 或者是想通过这件事来转移什么焦点吗?或者根本没有的事。